我们来看单元2的主题3元素周期表 那我们先来看周期表的发展 那门德列夫的周期表 其实是门德列夫提出来的 他是用原子量来排列元素周期表 那时候其实只有63个元素 那他怎么去排呢 他的排法是把化性相似的元素 然后把它排在同一行 那这种排法可以预测新的元素 然后也可以修正几个错误的原子量 那现在周期表是莫斯利来排的 他的排法的不同点是在于说 门德列夫是用原子量来排 但是他发现用原子量来排 好像有些他的化性 没有办法对在同一行对不起来 所以莫斯利后来发现 他觉得说如果用原子序来排 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他认为原子序才是决定元素性质的主要的因素 所以建立了原子序的概念 所以现在周期表其实是原子序 用原子序来做排列的 至于他怎么去做实验呢 其实在高中课程并没有深入的去讲解 所以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现在的周期表 目前周期呢每一个横列 每一列呢其实都叫周期 目前总共有七个周期 从一第一周期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那最新发现的元素其实是第七周期的最后的这个元素叫做out 那我想各位要对他有点概念 ok 所以目前最新发现的元素 ok 好来那如果是行的话呢 刚才是列嘛 那行的话呢早期的分法是分a组跟b组 ok 那你有看到1a 2a 3a在哪里呢 要跳到这里来3a4a5a6a7a一直到8a ok 那这是a组的部分 那中间呢就是b组的部分 好那b组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是什么1b在哪里 1b不是在最左边1b在这里这是1b 这是2b这里才是3b 4 5 6 7 8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8b组有3 好有三行都是8b组 ok 那因为这三行的话性有点类似 所以三个统称8b组好来 那这是早期的分法 现在呢iupack的分法呢 他说我分ab组好像太麻烦了 所以iupack的分法比较简单 他从最左边呢1a组最左边就叫第一组 过来第二组过来第三组第四 一直到最后面的顿其实第18组 所以新型的分法就是从1 从最左边分到最右边的1到18组 ok 所以如果人家现在问你 第三组是谁 第三组其实是这里的3b喔 不是这里的3a组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考试现在的考法其实都用新型的分法了 所以考试的考法应该都会讲说它是第几组 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它是第18组 你就知道他在讲的是多性气体 那考题里面比较少会用a组跟b组来出题的 大部分都是用新型的出法来出 ok 好来 好那这里呢大概就是把周期数跟逐数来分类来告诉你 好来那我往下看 他说呢但是我们其实在讲观念的时候 还蛮喜欢还是用ab的分法来讲观念的 因为a组跟b组的观念呢 它其实有蛮大的不同点 那如果是a组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叫做典型元素或叫组组元素 那b组的话呢就是过度跟内过度元素 但是在学测范围的考试里面 基本上考题都是以a组为组 比较少去考到b组的部分 ok 那a组其实包含什么 包含金属非金属跟类金属 那b组就是全部都是金属 这个部分你要稍微帮我注意一下 b组就是过度跟内过度里面全部都是金属 那a组金属非金属跟类金属的部分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来上面看一下 好那a组就是竹竹金属的部分 其实是绿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a组的金属 绿色的部分就是a组的金属 ok 那粉红色右边粉红色的部分就是b 对不起a组的非金属 好来那借在两者之间的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a组的类金属 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些类金属的特性 其实就是这个夹在呢 呃蓝呃呃 夹在绿色跟粉红色中间黄色的部分 ok 那个就是类金属好那那另外这个是a组的部分 那b组的部分就是在中间包含过度跟内过度 它全部都是金属好全部都是金属 ok 大概要注意一下好来那你往下再滑来看一下 那就是他有帮你所谓a组的稍微做区别 比如说1a的话除了7以外我们就叫减金 2a就叫减土 7a就是乳素 8a就是顿气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应该蛮容易的 那a组呢他的化性比较简单一点 他同组我们前一个小节有讲过 同组的话对a组来说 他的加电数其实是一样的亥除外 像8a组他的加电数都是8个 但是亥是两个除了他以外 其他只要是典型元素或是竹竹 或讲竹竹元素 他同组的加电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知道 加电就是最外围的电子 准备跟别人进行化学反应的 ok 所以如果你的加电数相同 你的电子排列方式是一样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化性就会类似 ok 所以要不要我注意一下 同组的人化性类似 那b组呢其实高中就不太讨论他的化性 因为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来那最后这个元素周期表 还要请你注意哪些事情呢 还要请你呢帮我呢去记元素周期表 好来那说老师元素周期表这么大个 到底我要记哪些东西呢 来第一个你要帮我把所有a组 直行的这个a组都把它记下来 1a组清理那甲如色法 2a组皮美盖斯贝雷 3a彭女佳音他 4a碳系者席签 5a淡宁身体壁 6a养流西地浦 7a浮律秀典2 还有8a海南亚克仙东 最后这个奥牙帮我记一下 所以直行的a组一定要记 那横的周期帮我记四个周期 第一周期是亲还有害 好第二周期是离皮蓬炭淡养福奶 那有人就会说老师我直的都有记的 我把直的兜起来就会是横的啊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要请你帮我记横呢 第二周期是因为这样考试 写题目的时候你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你的反应也会比较好 OK 还有第三周期的纳梅 吕系 零流绿雅 然后请你帮我记下来 第四周期假钙 然后呢中间的过渡基础 帮我记抗泰 凡各蒙 铁孤 猎童 心 其实你记到心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四周期不要全部背完 背到心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老师叫你背的这些 足以应付你高一高二高三 学测跟分科测验的考试 就是记这些就OK了 所以要先把它记下来 因为元素周期表的记忆 会帮助你解题的速度会拉快许多 OK 好来 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在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不见得会给你原子序 所以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推导它的原子序 那我要怎么去推导某一个元素的原子序呢 最重要就是先把多性气体的原子序 先把它背下来 怎么背 好来 这个页面我先帮你简单的清空一下 让你知道怎么去背 好不好 好来 那怎么去背呢 那其实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 如果你搭配高二学的观念 你就会知道元素周期表 其实就是电子填入鬼域的方式 由能量低的填到能量高的 然后为什么会第一周期是两个元素 是因为它填了两个电子进去 它其实就是1s鬼域填两个电子 每多填一个电子就是多一个元素 所以它里面有两个电子 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两个元素 到达第二周期的时候呢 它填的鬼域是继续填2s两颗 2p6颗 所以它填了八个电子 那就是八个元素进来了 所以原本两个元素 它的原子序是2 再加八个电子八个元素 加起来原子序就变多少 变1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周期有两个元素 第二周期有八个元素 那第三周期也是八个 为什么第三周期也是八个 因为继续填 它会继续填3s两颗 3p6颗 所以它也是八个电子 所以等于多八个元素 所以奶的原子序是10 再多八个原子 八个原子进来 八个电子进来 就是等于八个原子进来 八个元素进来 所以就变18 这样子OK吗 所以呢 第三周期里面也是八个 元素个数也是八个 那到达第四周期的话呢 这数目就不太一样 它变成是4s两颗 3d呢 总共10颗 4p6颗 所以对它来说 它已经填到几个了 它填到18个电子了 那一样填到18个电子 就18个元素 所以呢 到达第四周期里面可以塞18个元素了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原子序 亚18 再加18个元素加起来就是36 OK 好来 过来第五周期呢 是5s两颗呢 这时候比较特别哦 来过来 变4d10颗 5p6颗 所以它也是填了18个电子 那一样18个电子就是18颗元素 对不对 OK 所以到这里它是18个元素 所以它的原子序呢 是36再加18 就到54 OK 好来 那下一个呢 这时候呢 6s两颗 那它比较特别是 也有蓝系元素 你有看到吗 它把它拉到最下面 蓝系就是这一撮好多哦 原因这一撮是因为填到4f的鬼域了 好来 过来5d 过来6p OK 这样全部加一加 总共是32个电子 OK 那32个电子 其实就是32个元素了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到第六周期 今天的32个元素 那54加32就是86 到这里已经86了 那再往下 好 再往下就是7s两颗 5f14颗 6d10颗 7p6颗 一样是32个电子 就是32个元素 所以第七周期 也是填32个 那原子序要变多少 86再加32 到啦 118了 所以最新发现了 这个out的原子序 其实是118 那你看老师在写这些电子组 他其实有可能你已经忘记 他到底要怎么去写的 因为高二的内容 已经过一段时间 那如果你真的忘记了 你最起码要先把这个 每个周期元素的个数 把它给记下来 因为还蛮好记得 2288 18 18 18 32 32 那由他去推 惰性气体的原子序 再由惰性气体的原子序呢 去推某一个原子的原子序 比如说 假设今天考试 我说 请你帮我推出千 的原子序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千是4a族的 对不对 所以他是碳系者席千 他跟亥乃亚克先东的东是在同周期 那如果我已经推出来东的原子序是第18族 原子序是多少 是86 那么请问你 第14族的原子序应该是86-4 就是82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由惰性气体的原子序来推 其他原素的原子序 不过在学测范围倒是不用太紧张 因为学测范围其实考试都只考前三周期 前三周期 所以最多考到1a OK 所以他在推法上面其实比较容易一点点 OK 那可能分科测验 他就会考得比较复杂一点 好来 那整个原素周期表 大概有点概念的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 好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金属 类金属跟非金属 我们先用他的导电性 跟他的酸碱性来做分类 那金属的话 大部分都在左侧跟中间 中间就是那个过度跟类 跟过度元素 好 跟什么 跟内过度元素 他就是在中间的 OK 那非金属就是在右侧 OK 其实非金属的 的元素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那夹在两者中间 就是成阶梯状的 这个就叫做类金属 OK 那刚刚有带你去看 其实就是这个黄色 这边黄色的部分 OK 有点凌乱 就是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 有没有 夹在两个中间 这个黄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属于类金属 OK 好来 那类金属呢 老师给你一个口诀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捧着弟弟生气 捧着弟弟生气 OK 那为什么要捧着你的弟弟生气呢 你可以自己想一套故事去解释 那如果你这个故事解释得好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口诀记很久 记到高三都不会忘记 其实在之前的指考题 有考过一个选择题 那他的问法就很简单 说请问你下列哪一个为类金属 那你就是有备就有分 没有备就没分了 OK 就是他就考这个 你就有备起来 就把答案填进去就对了 好来 再来呢 我们来看他的导电性哦 他说导电性来 若是金属 因为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金属 还有自由电子 在外面自由的移动嘛 所以其实他的导电性 是比较好的 他是导体 OK 那对金属来讲 温度升高 反而导电性是下降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比如说 今天我形成钠金属 钠会先丢到他的价电子 变钠离子 OK 那里面的每一个钠呢 都丢掉价电子 OK 那丢完价电子以后呢 这个金属氧离子会形成晶体 那外面的电子就可以自由的移动 就变自由的价电子 那当今天温度升高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粒子的动能 其实是正比于绝对温度 当温度升高的话呢 其实粒子的动能会变大 那这时候有人就会说 老师那这样电子的动能 应该就会上升会变大 这样他不是可以移动的更快 导电能力会变得更好吗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当温度升高除了电子的动能变大之外 人家钠离子的动能也变大了哦 所以这里的钠离子 它会开始震动 它会上下震动 这里的钠离子会上下震动 虽然它不会移开自己的位置 但是它会上下震动 所以呢电子在移动的时候 我本来原本是乖乖的在那里 那电子就可以自由在旁边穿来穿去 不会受到阻碍 可是现在我的钠离子呢 在那边上下震动 在那边跳舞 所以当电子要滑过去的时候呢 我就会被钠离子 在那边跳舞所阻挡住了 所以其实它的导电能力会不好 是因为金属洋离子的震动 导致电子的移动变缓慢 它等于被阻碍了 所以它会阻碍电子的移动 导致它的导电性下降哦 OK 好来 那看右边的非金属 非金属它的导电性不好 这就你知道了 它就是绝缘体 OK 那另外要稍微记一下 另外有这群人马 这群人马其实都是同一挂的人 我们知道石墨是有好几层 薄薄薄薄的 利用分子间的引力呢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石墨那薄薄的一层 就叫做石墨烯 OK 那那个石墨烯里面 会有拍电子共振来导电 所以其实石墨会导电 是因为同层的那一层石墨烯 拍电子共振来导电的产生的哦 所以石墨烯会导电 由它组成的石墨蛋也会导电 那什么是奈米碳管呢 奈米碳管你可以视为是 薄薄的那一层石墨烯呢 把它给卷起来 就叫奈米碳管 OK 所以奈米碳管会导电 当然也会导电啦 OK 好来 所以呢 其实大部分的非金属 导电数都是不好了 但是这三个 它的导电能力不错 那就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碳60的导电能力好不好 坦白讲 碳60的导电能力 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第一个 它是球形的 然后第二个 它不是无限延伸的 所以它的导电能力呢 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没有这几个那么好 OK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中间的 类金属 那类金属呢 它的导电的能力 其实是借在金属 跟非金属之间 我们叫做半导体 那半导体 其实常温的时候 导电能力并不好 那怎样才可以 让它的导电能力变好呢 要温度升高 它的导电能力就会上升 那这时候 你就要帮我比较 金属跟类金属的不同 金属温度升高 导电能力是下降的 可是类金属温度升高 反而导电能力是上升的 那要怎么解释呢 其实 这个解释 就会稍微对你们来讲 比较困难一点点 它必须要用一个理论 叫做价带理论 或叫能带理论 那我觉得我简单讲 你稍微可以理解就好了 那其实价带理论呢 应该是 不算是高中的课程范围 可是用它来解释 你会比较清楚 OK 好来 然后这个是能量 OK 那当你形成那个类金属以后呢 或者是金属 其实都 玩法都差不多 下方会有很多鬼域 鬼域就是填电子的地方 所以下方我画的这个很 一杠一杠的都是鬼域 其实它很密密麻麻的 几乎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画到 让你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里面呢 都填铁架垫子 OK 所以这些架鬼域里面呢 我都塞了很多密密麻麻的架垫子 OK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代表一颗垫子 这就代表第二颗垫子 自旋方向要 等我一下 这是第一颗垫子 这是第二颗垫子 那自旋方向要相反 OK 那下面都是架垫子所填的 所以我们就叫什么带 就叫做架带 就架垫子所填的能量带 OK 那上面呢 都是空轨域 然后呢 里面有非常多的轨域 能量带也不一样 有高有低 那这里面呢 就都没有填垫子 叫做空轨域 那上面的话就叫做传导带 那在架带跟传导带的中间呢 有一个能量的间隙 这个我们叫做EG 英文就是energy gap 中文是能量间隙 能量间隙 OK 好来 那怎么玩呢 就是当我架带的电子 如果有机会跨越能量的间隙 跑到传导带的空轨域的话 那因为上面都是空轨域嘛 所以我电子爱填哪就填哪 我就可以自由移动来导电 所以我想要让它导电 一定要跨越 从架带把电子提升 跨过能量的间隙 跑到传导带 自由移动就可以导电了 但是常温的状态之下 其实这个能量间隙 电子是无法跨越的 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升高温度 让电子的动能变大 我才有机会跨过能量的间隙 跑到传导带来自由移动而导电 所以上面其实就是帮助你导电的 我们才叫传导带 OK 所以它反而温度越高 越容易跨越能量的间隙 导电能力就越好 大概用这个理论 好来 那下面还有个东西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如果加入3a或5a的元素 可以增加导电度 为什么会增加导电度呢 来提醒一下各位 它是这样子的 正常的类金属是4a的 比如说4a的锡 那如果我加入5a的 比如说弹铃升 我加入升的话 那这时候电子数会不一样 因为如果锡的话 主要都是四个价电子 5a的升它变变5个价电子 它等于多了一颗电子 好来 那怎么去玩呢 你可以这样想象 就是我的锡 本来我跟旁边的锡 都是四颗价电子 然后这样间解在一起 好这样间解在一起 所以正常的间解方式 应该是长这样子 OK 可是现在如果我把其中一个锡 我添加少量 少量 比如说它其实是添加少量而已 没有说全部都把它换掉 它是添加少量 所以假设今天呢 我把其中一个锡 我把它换掉 我把它换成升 OK 这时候升有5个价电子 所以当你换掉的时候 它就等于这个空间 多了一个价电子 那个价电子就可以自由的移动 那如果它可以自由的移动的话 它的导电度是不是就变好了 所以掺杂5A的声 它反而让它导电度会变好 OK 因为它这多一个电子 可以自由移动了 OK 好来 那这个要怎么讲呢 它等于多一个电子嘛 那多一个电子带负电 负电的英文是negative 所以你就可以说它叫做ntype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就人家这样讲ntype OK 好来 那如果你是加 它说可以加5A 可以加3A嘛 所以我其实也可以加3A的 那就变成是细加3A 3A比如说彭女佳音 它我加了加 所以本来是4个价电子 但是加只有3个价电子 等于少一个电子了 所以假设今天我把这个信拿掉 我改放了加进去 可是加只有3个价电子 所以它只能跟你形成3个见解 其中这个见解 拍谁 它3个价电子是无法形成的 所以它等于是多出来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无法形成见解的 这个空间我们就叫做电动 OK 那如果这是空间有好处吗 有啊 假设系呢 有电子跑出来了 那多一个空间就可以让你跑出来的电子塞进来 当你塞进来以后呢 另外一个因为那电子跑过来这个洞了嘛 所以另外一个空间呢又跑出来 我还可以让另外一个电子再塞进去 等于又空间跑出来再让另外一个电子塞进去 这样就会造成了电子的流动 它就是可以导电啦 所以一个是多一个电子导电 一个是少一个电子 等于多一个空间多一个电动可以导电 它们两个导电能力都会变好 OK 所以上下的导电能力都是变好的 那下面这个叫什么 叫做等于少一个电子带正电 那正电的英文叫做positive 所以它叫做P-type 好这样可以吗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这两个的导电能力都比纯系来的好 所以参加 参杂3A族或者是5A族的元素啊 它的导电能力都是比纯系来的好的 OK这样可以哦 好来接下来呢 再帮我看一下它有哪些特性 好来看金属 它说金属的导热性也蛮好的 其实对导电跟导热来讲 都是自由电子在导电跟导热 所以基本上你有自由电子 你的导电性也会变好 你的导热性也变好 另外金属的延展性也蛮好的哦 好来 那非金属的导热性跟延展性就会比较差 不过它有一个人是例外 你要帮我注意一下就是这个钻石 OK 那钻石其实导电是完全不能导电的哦 因为钻石的结构啊 跟石墨完全不一样 石墨是利用π电子共振来导电 可是钻石的4个加电子 全部都去形成稳固的共架件了 它没有多余的电子 遗漏在外面让它导电 所以其实那个钻石的导电能力是不好的 不过它很特别 它的导热性好 所以古代的商旅啊 在比如说在跟它交易 验钻石的时候 不可能说当下赶快去看它的 晶体的结构正不正确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舌头 那如果觉得放在舌头 舌头瞬间凉凉的就对 它的导热性很好哦 这样子它有可能就是增转 所以以前比较粗糙的判断方式是这样子判断的 好来 再来呢我们来看来氧化物的性质 来金属氧化物 如果你可以融于水 或者跟水作用呢 可以产生氢氧离子的话 那么它就是成碱性 比如说金属氧化物氧化钠 融于水变氢氧化钠 这个就可以解离出氢氧跟成碱性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很多人看到金属氧化物 就会直觉说 它溶于水一定是碱性 可是有时候考试比较机车一点 它就会考到那什么 难溶于水的 假设假设像氧化镁 这个也是金属氧化物 氧化铝这都金属氧化物啊 可是实际上它根本融不进去水里面 所以它其实中性的哦 OK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如果是非金属的 氧化物的话 可以溶于水或者跟水作用 它就有机会产生氢离子 它就会成酸性 比如说二氧化碳溶于水 它就变碳酸 OK 那像碳酸就会解离出氢离子 这是成酸性的 然后二氧化硫溶于水 就会变硫酸 那一样它也会解离出 氢离子成酸性 OK 所以它的一些性质跟分类 请大家注意一下 类题就麻烦你们自己去写了 应该算容易了 好来我们看第四个部分 元素的周期性 第一个是原子半径 那原子半径的定义 其实有蛮多种定义的 有的还蛮复杂的 那这里我们讲它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让你可以理解的定义 就是你可以定义它是 最外层的电子离原子核的距离 它其实是比较粗糙的讲法 但是这个讲法 你会比较好去理解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的 这个是原子核 里面有直子跟中子 核外有电子 好那你可以想象它是最外层那个 离合最外层那个电子 跟核之间的距离 那我们就会说 你这个就叫原子半径 OK 大概可以用这样的粗糙定义 但是这OK的 用这样定义其实写听部都是可以的 好来 那我们来看呢 同主 那影响的主因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价格层 然后一个是核电荷 可是这两个影响因素里面 价格层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最外层的电子 所填的壳层就是价格层 所以你的价格层越远 离合越远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半径当然就越大 OK 好来 所以N越大就是价格层 离合越远 最外层的电子离合越远 那基本上你的半径 但就会越大 比如说EA族离纳甲楼设法 离的最外层的电子 是填在N等于2科层 那是N等于3 过来N等于4 N等于5 到达设的时候 已经是N等于6了 你知道N等于6是第六层了 那个离合距离 其实已经非常远了 所以设的半径 其实是相对来讲 比离来的大许多的 OK 所以的这是优先的考量因素 因为填在不同科层 其实半径就落差很大的 OK 所以我们在比较半径呢 你要先帮我优先考虑什么 一定要优先考虑价格层 好来 第二个呢 如果价格层一样的时候 再来考虑核电荷 因为核电荷的影响 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核电荷的影响是次之 OK 那什么时候会考虑核电荷 就是同周期的 OK 当你在同周期 比如说我们都是第二周期 你就会发现这些元素 它的价格层都是N等于2 所以代表呢我最外层的电子填的 可层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离合的距离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价格层一样 距离其实差不多的状况之下 才来考虑呢 比较细微的因素 叫做核电荷 那所谓的核电荷 其实就是原子核里面的质值数啊 OK 所以核电荷越多 核对电子的引力 当然就会越强 因为它带正电嘛 这个质值是带正电的 带正电的 所以呢核对电子的引力 当然就会越强 那核对电子的引力越强的话 当然它的半径就会越小 OK 所以离皮蓬碳淡养福奶 到了奶的话 你看离只有三个质值 到了福的话呢 有九个质值 OK 所以越往右边 你就会发现 它的核电荷就越大 那核里面的正电荷越多 引力当然就越强 半径就越小 所以到达福的时候 其实福是同周期里面 半径最小的 所以同周期虽然半径差不多 可是我们再把核电荷的 因素考虑进去 它还是会有多余的 些许的差距 但没有价格层的影响来得大 但是也是会有差距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统整下来就是 请你优先帮我考虑 最外层电子所填的主量指数 就是价格层 第二个再来考虑核电特 好来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金属跟非金属的活性 其实这个比较跟半径的比较性 是大同小异的啦 好来 那金属性质的是金属失去电子的能力 你要帮我记下来 金属只会丢电子 不会得电子 所以我们来考虑金属的化性 其实都是在讨论它丢掉电子 失去电子的能力 如果越容易丢去丢掉电子 它的金属性就越大 那非金属性刚好相反 非金属呢 是比较喜欢得电子 OK 所以它讨论是得电子的能力 如果越想要 越喜欢得电子 我们就说它的非金属性就越大 那两个刚好怎样 两个刚好相反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影响的主因 一样其实影响的因素跟半径很像 所以半径跟金属非金属活性的讨论 其实是一挂的 一样同族都帮我考虑价格层 那我觉得直接来看下面的图 你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比如说同族黎纳假如设法 越往下 越往下 那越往下我们知道 最外层的电子所填的主量指数就越大 就是代表这个电子离合越远 半径就越大 那半径越大的话 核对电子的引力但就越小 核对电子的引力就越小 那核对电子引力越小就代表 我抓不住电子 所以电子容易失去 但容易失去 所以你就可以写越容易失去电子 那越容易失去电子 我们就可以说它的金属性越大 因为金属性讨论是失去电子的能力 所以越往下 金属性就越大 可是非金属性会刚好相反 它反而因为一个是失电子 一个是得电子 所以它反而越往下 核对等一样半径越大 它核对电子的引力越小 所以我反而不容易吸引电子 我帮你写不易吸引电子 那不容易吸引电子的话 它的非金属性反而就越小 因为非金属性讨论的是 得到吸引电子的能力 所以它非金属性反而就越小 OK 所以两个刚好相反 如果是金属性是越下面越大 非金属性是越下面越小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往右跑 好往右跑OK 好来那一样跟半径相同 同族的话呢我们是先比什么 比最外层电子所填的主量指数 其实就是价格层OK 那如果是同周期啊 其实它的价格层是一样的 这时候就要来比什么 来比核电荷OK 所以越往右边呢 你的指指数就是核电荷就越大 核电荷越大的话 核对电子的引力就越大 半径就越小 抓电子就抓得越紧 那我抓电子抓得那么紧 能不容易失去电子啊 不容易失去电子 所以它的金属性反而就是怎样 下降的 好下降的OK 那刚好非金属性会相反哦 所以呢如果是非金属性的话 越往右边 一样它的核电荷越大 引力越大 半径越小 可是呢非金属性是吸引电子的 所以如果引力越大的话 吸引电子的能力当然就越好 所以非金属性反而是增加的 所以这里一样你要帮我注意一下 以金属性来讲越右边越小 但非金属性是越来越大的OK 所以你就会发现 老师半径跟金属性非金属性 好像它的考量是一起考量的 没有错的确是一起考量的哦 好来那这里有时候考庭会问你 请问你在这个周期表里面啊 最活泼的元素是哪一个 最活泼的金属元素是哪一个 你就要帮我找金属性最大的 那应该要找最下面的 还有最左边对不对 因为越左边越大 越下面越大 所以最左边最下面应该就是法 好来那如果 如果不考虑就是不要找放射性元素 那就要写色 那如果你考虑放射性元素答案是法 不考虑放射性元素的话那就写色 好来那非金属性最大是谁 你说老师应该是最右边 最上面的那要不要考虑8A族不考虑8A族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金属性跟非金属性就是说他就进行化学反应 他得失电子的情形嘛 可是8A族根本不喜欢进行化学反应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很安定啊 所以这里不要把8A族的放进去 因为他的活性本来就很小 所以这里要讨论活性大的 那如果活性大的话呢当然是符 非金属性最大是符 因为最右边最上面最大就是他咯 OK好来那这样子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好那我们来看题目咯 好看这一题立体 那请你呢回答下面的问题 他说位于第一小题先来哦 位于第三周期 除了顿气之外半径最小的是谁 来如果你在同周期的话 我们说比半径要先比最外层电子的主量指数 再比核电荷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优先考量 可是他在同周期就代表电子最外层的那个电子 都填在同一个科程 所以半径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里你要考虑核电荷 然后越往右的话 你就会发现核电荷越大 到达绿的话核电荷是17颗 那只有11颗 所以绿的核电荷是最大的 这时候引力是最大的 吸引力越大呢 拉了越紧半径越小 所以这里半径最小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绿 好来 第二个金属性最大的元素 那刚才我们讲说金属性是越下面越大 然后呢越左边金属性是越左边越大 所以最大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假 那非金属性呢刚好相反 金属是越下面越大 非金属是越下面越小 越右边越大 OK白竹因为活性真的很小 所以它不可能是非金属性最大的 所以应该是谁 应该是福 好来第三小题 它说容易形成正二价的离子 你看到正二价就在丢电子 丢电子一定是金属嘛 不用考虑非金属了 所以这应该考虑是金属 而且它把它的价电子丢掉 它丢掉如果要变正二价 代表要丢两颗价电子 那价电子数就等于足数啊 所以你如果要丢两颗价电子的话 就代表它的价电子两颗 它就是2A组OK 丢完以后跟奶一样 这就简单的应该就是谁 应该就是美对不对 因为你丢完两颗12颗丢完两颗 但你就是变10颗跟奶一样 所以这里是美一样 2A组有两颗价电子 把它丢完以后变成美二正 那美二正的电子排列方式 就会跟谁一样 跟奶一样为什么 因为它总共都是10颗电子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再带你来看一题 因为这题我觉得 可能有些同学也比较不太会 他说复图是元素周期表的一部分 你说老师他这样好麻烦喔 他没有跟我讲说第几周期 反正是学测范围的题目 你就会知道 反正它一定是1到什么 1到3个周期 这样可以吗 然后里面有给你一个 按时他说丁的内层电子 为价电子的2.5倍 好来那先来看 反正他就是1到3周期嘛 那假这个家伙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假这个家伙 应该不可能是第一周期嘛 因为第一周期只有氢跟氦啊 他隔壁氢跟氦又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推出 这应该是第二周期 这应该是第三周期 我们先用丁来出发 OK 那丁的话呢 他已经填到第三周期 这就是第二周期的电子跟第二 n等于1可乘的电子 就k乘 应该是填满的 对不对 l乘就是n等于2可乘 应该也填满了 才会填到m乘n等于3的可乘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刚有讲过 你在哪一个周期 就代表你的价格乘在哪里 就是你价格乘的乘数等于周期数 所以你如果在DC周期 其实就代表你的价格乘 就是最外层的那个价格乘 就是n等于3的可乘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填到这里 他填到这里 好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一下 那他价格乘上面的电子 就叫价格乘 应该是几颗呢 那这两个 k乘跟l乘就叫做内层 最外面的价格乘就叫做外层电子 他说丁的内层电子 10颗 2加8嘛 总共10颗 是外层电子的2.5倍 所以请问你外层电子应该是几颗 4颗嘛 4乘以2.5倍才会是10颗电子 OK 所以你就知道 外层电子是4颗 所以应该是4哦 你要填电子数就是4颗电子 OK 好 来 那我们有讲说 他的价电子数就等于逐数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典型元素嘛 典型元素的价电子数就是逐数啦 那如果他是4颗价电子就代表他是几A组他是4A组的 这里就是3A这里就是5A 那我们开始把他可以写下来了哦 好 所以呢 3A组第二周期的是谁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是谁都把他写下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A选项 半径最小的是假吗 好 半径的大小关系应该是先看同族越往下 最外层电子所填的逐量指数越远 就加可乘越远 半径越大 越往右边核电荷越大 引力越大 半径就越小 所以其实这里半径最小应该是最上面最右边的 应该是碳 啊其实就是乙啦 所以这个不对 好啦 他说乙是第15组吗 错 这个3A组是第13组 4A是14 5A是15 所以乙应该是第14组才对 所以A跟B都不对咯 过来看C选项 丙遇到酸会产生氢气吗 丙是谁 丙是铝 这个国东应该有教过对不对 活性金属如果遇到酸 它会变铝离子 而且放出氢气 老师没有去帮你平衡 你可以自己去平衡看看 所以活性金属遇到酸会产生氢气对不对 对 C打勾 好来 猪选项 丙的导电性呢 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 丙是谁 丙是铝 铝是金属 那请问你金属的话如果温度越高 是不是导电性其实是会下降的 是的 跟类金属刚好相反 类金属反而温度越高 导电度越高 那金属的话温度越高 导电性反而是下降的 所以猪选项也是对的 那一选项 它说物 物就是这个0 它跟氧的化性相似吗 应该是氧是第几 是6A族的呢 人家物呢是5A族的 所以它跟氧的化性相似吗 错 应该跟5A族的氮的化性 氮磷生体壁的化性会相似 跟氧的化性就不相似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C还有猪 那我们就把它主题3讲完咯 加油咯